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季节冬季的时候 从秋天开始到开春 都会有很多事情发生 这19年来我所经历过的 我所亲眼看到的 以及朋友的朋友有失去生命的 高位瘫痪的 残疾的 节肢的 我见过很多很多 内心感觉非常的不安 对这些事 其实我们在抖音上已经能够看到一些 我们可以请导播老师放一下这些视频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经常在公路上有看到白雪茫茫一片 然后这个卡车就坏在路上了 或者是说一些比较可怕的一些事故 说真的 卡车这么大 它要出事的话 它一定是大事 没有一个涉及到卡车事故的 它会是个小事 对吧 那司机是坐在车里的 生命安全 首当其中可能会受到危险 虽然好好开车 一般来说发生大事也是小概率 但是你总要学会如何应对 不知道Jimmy老师对于像如何避免这样的事故 和保证华人的权益 在这里面可以给出什么相关于保险的一些建议呢 每一位司机其实可以这么说 在每一趟出车来回的话 多少都最少会看到一次的卡车的交通事故 或者自己翻了沟里去了 严重的情况 着火的 什么样的都有 但是我们作为卡车司机来说的话 他应该了解什么样的保险方面的知识 以及卡车公司来说的话 应该怎样提供合理的保险给司机 而避免到最后相互发生的事了以后 相互之间告来告去 所以我抓到这个重点就是卡车司机 其实自己是非常有责任要求 了解到公司给你上了什么样的保险 如果你一头雾水的去了 觉得想 当然说公司肯定会给我上最后出事的 其实倒霉的是自己 那么对于像这样的新司机 他们应该了解什么呢 对于卡车公司来说 新司机他要给他上到 加到自己的保单里面 他的费用非常贵 一般来说 目前的市场上的保险公司的要求 对司机来说的话 要有一年价龄和两年价龄 以及他的本身的年龄是超过多少岁 所以这样的市机才是作为一个比较合理的价位 我想问一下这个价龄是开小车的价龄 还是开大卡车的价龄 当然是开那个CDL 就是卡车的驾照 那这个就很不友好啊 那谁都有一开始的那一两年嘛 我一开始一两年他还不给我上保险了 这个说不过去吧 不是这样的 保险是都可以上的 但是新的司机卡车公司会要求 保险公司要求卡车公司 额外的支付多少多少费用 我有听说过 那个这个是以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只是这近两年才听说过的 卡车司机新手保费四万多块一年 那对于这个公司来说完全承担不了啊 你相当于是你多花多少倍的价格 要去请这一个新手来 对对对 所以很有可能公司 所以说对于公司来说 你要想避免一些法律纠纷的话 上保险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是如果这位司机能够给你开一定的年限的话 对于你来说的话 这个费用投资也是值得的 嗯 并不是说没有意义的 对但是这么多这么贵的钱 我觉得不一定每个公司都愿意出 对了 就会发生没有保险 这样的落上车的这种感觉 是 所以的确是 所以作为新的时机来说的话 一家卡车公司雇佣你手续都做了 但是最后你自己要核查一下 我的名字有没有在这份保单里面 嗯 这个相当重要 保护你自己的权益也是对公司负责 嗯 所以在外面出事是在所难免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没有保险 你出事了的话 那真的就是在街上裸奔的感觉 所以对于卡车司机来说是非常自己 有义务和责任去帮助公司和帮助自己 首先了解到自己在不在这个保费上面 保单上面 对对的确是这样 另外的话对于公司来说可能也觉得挺难办的 你说我好不容易请个人每个年还要花我这么多的钱 那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应该了解什么呢 对于卡车公司来说的话 当然你卡车公司每一家 首先你买的是100万美金的那个Auto Liability 但是卡车公司还得了解一件很重要的事 General Liability也是相当的重要 因为你的货柜 General Liability 它Cover的范围是你的货柜 在上下货的时候 在仓库的人员在货柜里面 万一出了什么事 出什么事有这个可能性呢 第一货柜比较老 木板地板不是那么结实 插车那么重 货带着一下子进来 可能有上一万多磅的重量 那地板断掉了 插车掉下去了 这种事发生过不久前 几个月前就发生过 人家仓库的员工受伤了 在你的货柜里受伤了 你的Auto Liability 是不cover这件事的 因为所谓Auto 是在车上和路上的 路上运行的时候 General Liability 才cover这个部分 包括人员 包括货品受损 所以你这个保险并不贵 希望卡车公司 能够咨询一下你的保险aging 把这个东西买上 对你有用 这个是多少钱 我想问一下 一般来说的话 看你的公司的年限 以及规模的数量 从400块到600块一年而已 那真的是不多 你相比你要出个事 你赔人的多少钱 对 你要是相比 陪人的话 这个赔偿是一个 可能说是一个无底洞 受伤 康复 他耽误的人工等等 各种费用都会跟上来 另外 可能对于这些司机来说 是不是他们还有一些 包括医保啊 或者说是一些缺勤啊 或者是这些生病啊 什么的 是不是也有这样一方面的保险 这个是加州政府的一个规定 称为Workscom 这个东西呢 你作为公司的员工来说呢 公司有义务 也是必须要替员工买这个的 嗯 所以这个就是普通的 跟所有公司都一样 卡车司机必须要有的 如果是作为员工的话 作为员工的话 但是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方面 加州政府在 在最近几年 反复在通过与不通过之间 徘徊 就是AB5 相信卡车公司和司机 也都了解这个状况 所以你是以什么形式 在同公司开车的 你要了解清楚 嗯 了解了 其实现在这个AB5 它并没有通过 它通过了之后 再去烦恼它通过之后的事情吧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 对于这一部分的话题 就是首先对于卡车司机来说 您自己是有义务和有责任 要了解到 你有没有在这个保单上 第二呢就是说卡车公司 不仅建议您上这个 不仅是一定要上这个Auto liability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志明老师也建议公司 最好上一下这个General liability 是一年花400到600块 但是可以被您避免很多很多的诉讼的例子 那么另外就是说跟所有的公司一样 这个卡车司机如果您是公司的员工的话 就应该有Worker's Comp 那么包括你的医保啊什么之类的可能都会在里面 最后的话就是说有关于这个加州的AB5这个提案 其实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如果有能力去投票的话也可以站在您的角度上去投这个宝贵的一票 那么另外我还是想再问一下 志明老师在您19年的这个经历当中 有没有看到什么样的例子 最终的是因为这个保险的纠纷 结果告得两败俱伤的这样的情况 这个很多很多例子 我也不想说谁的名字 大家那些人也都认识我 最严重的一次就是还是比较早期的 其实这种事近年来也有发生 早期的时候有位朋友 两位员工给公司开车的 但是没有买足够的保险 就是他的cover的范围 结果两位员工team开车的时候 发生是严重的事故 撞在桥墩上 两位员工全部撞死 离开了 全部撞死 很多很多年前的事了 然后家属就是告来告去 当然律师也是特别愿意接这种case 这个大家也明白这个什么道理 在美国 那最终两边都要请律师 对于卡车公司的owner来说 他最终是不能拥有自己的财产 有房子可以被令掉 拍卖掉或者其他的法律程序 就是一边失去了人命 失去了 另外一边又失去了自己的事业 没错 那您刚刚里面说的一个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可以展开再细讲一下 就是他所谓没有买足够多的保险 到底是指的什么 他是作为公司的员工 没有给公司买workerscom 没有给员工 对 出了非常非常大的事情 之后的深厚的这些赔偿 这个workerscom 其实都能够补充上去 没错 还有一点我想补充一下 就是作为司机来说 作为司机来说 你并不能看到自己目前赚多少钱 多少钱一个mile 想一下老美的公司 为什么只有给到五毛六毛 或者六毛五一个mile 但是他所有的保险 给你买的非常的齐全 对你是一个保障 所以有时候司机的要求很高很高 公司根本做不到 所以公司为了省掉这些其他的费用 最终是大家都有伤害 不过我在这里有点困惑 为什么像美国的公司 他们就有这样的财力 去给员工买这么多的保险 对于华人公司来说 是因为他们起步比较晚了 您在这个行有很多年的经验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美国的公司首先 你买卡车的时候 它是几百辆几百辆 按照每个季度订的 或者几千辆都有可能 它的价格比你便宜 投资就小 第二 它加油比你便宜的多的多 只有你一半的价格 美国的卡车公司都投资 美国石油公司的输油管道 输油管道 石油公司的输油管道是招标的 投资进去了以后 你有优先权 拿我的油的时候就便宜 只有一半的价格 明白了 那你这岂不是在 人家一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输人家一半了 所以自然在成本上面 你是没有办法跟他们去匹敌的 是这样 但是不管怎么样 法律是面对所有人 所有人都是公正的 所以你要做的还是要做 你要问的还是要去问 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公司没有给卡车司机上 我们以上提到那些保险 它在法律上它是犯法的吗 当然是出现问题的时候 当然是对于律师来说的话 当然是犯法 所以两边都要请律师 最终所有的钱都有一部分是交律师费 明白了 那么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 不知道关于保险和事故这一方面 君老师有什么更多补充的吗 我只希望每一位我们新的移民来到美国的 哪怕是你是第二代的 都大家能够快快乐乐在工作中 并且大家互相尊重 尊重生命 能够把这个卡车的行业延续下去 能够加入到美国这个卡车行业 也体现我们华人的一个勤奋努力的精神 也要遵纪手法 对是这样的 我之前还在跟我家里说 我觉得开这行特别的辛苦 然后呢 但是确实也赚钱 那可能很多新的华人移民来这 他是有这种中国人的传统的 这样的良好的一个优良传统 就是我不怕辛苦 我不怕累 说我再累的活 只要是努力能够创造财富的话 我都愿意干 但是在这个其中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要保护人的这个生命的安全 那么如果你对卡车调度感兴趣 对这个行业和物流感兴趣 想进入到这个行业 那么希望可以安全的 去做这样的一份工作的话 那么我特别建议您去咨询 解密卡车调度培训中心的资深专家 就是有人他不赚钱 或者是说呢 在因为供应链瓶瓶产生的 这样的淡季的影响之下 华人卡斯斯基又将如何能够度过难关 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 请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 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直播间 再次感谢君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 谢谢各位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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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